而卓西乡辖内的花68线道路改线工程 祈福动土典礼26号举行 场面是养溢着期待以及欢乐的气氛 最后是由乡长田桂花邀请了与会的嘉宾 象征性的动产 一同祝福活动开工大吉人车平安 明湖米桑也就是布农族语的凡事平安 也为后续的施工献上最诚挚满满的祝福 卓西乡境内农路是主要道路 每一年台风地震等灾害不少 已受好与灾害居多 这条花68线道路是进入太平中平部落等主要道路之一 原有道路路线低洼易淹水堵塞 承造成救护车无法通行 危害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急需进行花68线道路改线工程 过去这个问题是在原来的这个道路 这边每道台风的时候都会淹水 或淹道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 如果遇到任何的灾难 我们就没有办法紧急的抢修 甚至急救人员 所以的确有他急迫的需要性 在当时的卓西乡民代表会主席田东升多次的争取 终于在各相关单位以及局处合作之下 完成了祈福动土田里 这条路规划长约530公尺 路宽8公尺 藉由花68线改线工程 以达到防灾及维护公共安全的目标 这条路对我们太平来讲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是在台风仿灾的时候 这条路就有它非常重要的安全的意义 所以我要谢谢所有为这条路而努力的 中央单位的委员们 还有各级处愿意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另外圆花68线道路容易淹水路段进行垫高 并设计排水沟将水导入排沟中 供期大约150天 预计113年10月底前能够落成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